诗篇117篇 第1至2节 曼光啊你闻都当赞美耶和华 曼文啊你闻都当更赞他 因为太后我们大师慈爱耶和圣失传都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我们一天要七次去赞美神 其实是有理由的 因为原来就好像这篇诗篇 其实他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万国万民都好 我们都一定要知道的就是说 敬拜赞美是任何时间对任何国籍 都是能够成为一个最好的属灵帮助的 而事实上这里也给了一个理由我们 因为神大师慈爱 神一乘是传到永远的 事实上我们无论是活在这个世上 哪个地方或者是哪个时代 只要你是一个人类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地上 是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 将来其实一切都会失去 尤其是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怎样能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无论你是什么国籍 无论是什么出身 无论是什么的时代 我们怎样去抵挡这个世界的吸引力 护着力 阻力 还有他那样的烦囂 有钱的有有钱的苦害 穷的有穷的要忧虑的东西 但是那个锁匙就是敬拜赞美 而这个我相信对于我们 随时可能被提可能还有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 对于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因为在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人生历程当中 其实我们一定要找到有足够的力量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帮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習慣 去改变我们的坏習慣 去加力量给我们 越是时间短 你的生活就要越有效 对不对 你的改变就要越快 越有力量 因为我们不能再说 改变一个序 我们比一年零六个月 如果到时人们被提了 我们被提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这边的CP 是比万国也好 万民也好 或者甚至活在任何时段的人也好 都是一个很惊人 和很好的提醒 因为就是活在我们这些时段 我们最重要找到一个 天大的锁匙和秘密 而在我的信仰当中 我相信让我能够 将信仰变成一个 能够 无论去进行圣经的真理 又无论去带领身边的人 感动身边的人 我觉得敬拜赞美 也是一个秘密武器 因为我所说 它使得我能够 真诚的爱主 真诚的纪念神的伟大 但同样 我在分享的时候 当我有敬拜赞美 不需要像这些暴徒家很濫情 对吧 即是 有些人真的喊得 声勢力揭 真的不是说 麦不足声 因为真的 它很造作 但通常那些人 又发觉那间教会 搞极也不大 中气的教会 不过就是人数不行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其实有时我们用了血气的力量 也不像 因为原来当我们拥有 真正熟灵的力量 是会使得我们 无论是跟从神也好 改变也好 行真理也好 甚至到最后 我们成为一个领导者 我们有足够 和真正的熟灵力量的话 其实我们做的时候 你发觉是戳戳有余的 尤其是你的恩高 恩高就不会说是有时无 这个我相信是其中一样 在我这么多年当中 发现的一个秘密 因为如我所说 在上一代的先知 或者很多的这些 带领聚会的目者 他们经常都说 恩高是有时无 但我发现不是的 我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会常常都有 就算没有 我知而并且 我发现是很轻易 就会再有恩高 但是他们就说 时有时无 我最后才发现 原因就是 这些 报道家也好 或者牧师也好 他们平时不喜欢 剑架站 平时不喜欢听诗歌 不是出入都喜欢听诗歌 他只是聚会的时候 都唱来唱去那几个 我发现那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本身 神鸣话和神鸣同在 对于他们自己本人 都不是力九尝身 他自己也不能够 那他怎么能够 使得到别人 于是乎 他们就发现 恩高是50% 五五波 是有是无 但他们也说了一件事 就是当我敬拔赞尾很行的时候 就在那 但当我发现我侍奉的时候 我发现很少会有这个问题 当我两者去对比 我发现原来这个就是那个分别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 其中一个教导 敬拔赞尾是很重要的 而导致我们弟兄姊妹 都不会说 不要说我自己 连我们自己教出来的弟兄姊妹 都不会说 是有恩高是没有 是恩赐运作到 是恩赐运作不到 没有 没有这样的事 原因就如我所说 因为原来我们在生活习惯上 加添 恩高对我们的影响力 就是借着我们听完道 就听敬拔赞尾 听道之前 又听敬拔赞尾 其实当我们用的时候 就不会是有事无的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想你的信仰 在这么短的时间 找到一个得力的秘密 那我想你们知道 赞尾耶尔华 赞尾神就是最重要 而事实上 最重要的是 在未来每个礼拜里面 都找出那个礼拜里面 最重要的敬拔赞尾神的时段 比较我来说 如果我现在是个平信徒 那一定是我回聚会之前 和完了聚会之后 这段时间是很重要的 因为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 他回聚会前 又气冲冲 每次起床起来 那么迟 又忙乱 一起床出门口的时候 因为又迟了 因为搭不到车 又说出口了 因为掉了钱包 又哭 因为没有钱吃饭 又流汗 赶车的时候 又罵子女 主日回到空调不合 又骂冤 完聚会之后 就赶着走 勾难件衣服 又吐气 你会看到这些人 每次起床主日 都是气冲冲来 气冲冲走 那怎么可能有力量 是吧 变成这些人 当神是傻的 是吧 你想想 就像你想敲敬父母 你过年过子 都去探望他们的时候 你都不是带着这种态度去 亦带着这种态度走 是吧 你想那个过程是好的 有天伦之乐 有温馨的 你会花时间 买好手信 上去和他聊天 享受的过程 走的时候 真是依依不舍 这个才是你享受人生会的段落 但你要看到一些人 就不是的 他不着重那样东西 即是他没有那种情操 去理解这种人生的所谓情趣 但通常你会看到这些人 他们的信仰有麻木 对人影响你又低 而最惨的就是他们很少能够 从神话语里面 支取到100%的力量 通常这些人 你会看到神话语 最多只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 发挥了说服力 最多的 就是说他离开的时候 觉得 啊 变数识很有说服力 说得挺好 但不是那些 直接是震撼兼甲 直接是整个星期 或者以后的人生 被信息改变的 从信息里面得到最多的人 始终都是为了那些信息 预备得到最多的人 但我想你知道 为那些信息预备得到最多的人 有时未必是牧师的 有时的跟从者 他都可以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心 去听这篇信息 预备一块非常好的泥土 去预备所听所栽种的道 而经巴赞美就是王牌了 诗篇117篇第一至第二节 曼国啊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曼文啊 你们都当赞重他 因为他去我们大师 池爱耶和华的性失传都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高声歌唱中间 洗清心无好 深欢迎前赞转 也洗正月退路 唱赞美 落开中万烦 唱赞美 平时中愤怒 愿日夜赞美歌唱 愿远赞纵耶稣 成天纵真 莫记忆深苦奴 愿我心满在赞纵 让我宣称主自告 成天纵真 再正所感激口求 我转世定只能 我宠生投告 我 Countless 对待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